今日一则小女孩和妈妈激烈辩解的小视频在网上流传 视频中一个小女孩犯了错误之后 被妈妈管教时 不仅不听还当场与妈妈激烈辩解 全程逻辑清晰永不服输 网友看后调侃 这是要逆天的节奏呀 抱着咱俩是最好的朋友 因为咱俩都一般一样 可自死了 然后还可懒了 还可赖床了 可像小主天天愿意爬在龙哥里面睡了 我跟你怎么一样呢 你的老命不也这样吗 我早上起来是姥姥飞逼我起来的 好好你现在要逼我了 我逼你起床了吗 你你舍不上逼我 我问你 那你有罐为啥到的哪都是啊 我不知道我不会的 你再给我喊一个 你有没有错啊 我问你有没有错啊 我再没有 那谁的错啊 你的错 我啥错了 我不小心造的 然后平时我不小心 姥姥都说 你现在宝贝啊 现在自己小心点啊 然后冲你 一点再一次没有 一点好话都不说 又不是我到外面去的 他还见了嘴是吧 我告诉你啊 我妈妈不要学 你都对我可好了 老子可是你吧 你不叫你妈妈学院 你叫你 你叫谁学院 你跟我跟我学院学吗 你跟我自私了是吧 我再也不跟你一样了 你这个费妈妈 我再也不要跟你一样了 你跟我原来人 我这么自私 我还这么调皮 我还弄不老了 你都知道自己调皮 倒到为什么不打啊 别打 别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